狂飙爆火 张宋文老师也终于被大家看到 2月4日 又有粉丝考古道 张宋文曾经拍过的一个记录短片 短片记录张宋文在顺意的生活 平时的他最爱到菜市场和路人老科 周边的一切他都十分熟悉 他租的房子旁边有一家炸鸡店 张宋文经常光顾 有一次老板娘在电视上看到他 脱口而出你都能当演员啊 我老婆说是两天在电视上看见过你是吗 是吗什么电视啊 他特别准确的说说了那个电视剧的名字 那肯定是我演的 我说啊对 哇你都能当演员啊 如果你说原来你是演员啊 这是很像我可以的 你都能当演员啊 我那不是心都死 在他眼里张宋文就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 怎么也不会跟明星这两个字搭上边 后面镜头又跟随张宋文来到了他的房子里 这栋位于城镇边缘的平房有一个小花园 张宋文把院子里的一切打点的都非常好 清脆的竹子包围着院墙 里面是让人印象不到的世外桃园 而房子内部的布置更让人惊讶 没想到演得了大哥的人 也能把房子布置得如此小清新 不仅是花草 墙上还有张宋文精心收藏的各种钟表雕本 阳台的秋千上则摆满了玩偶 据了解这部短小的纪录片拍摄于2020年 希望张宋文老师能够养保对生活的热情